哈喽各位在电播前等待We Go Down的你们 我是Sally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想跟你们分享 我大概在初中时候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怎么形容他呢 又帅又有才华 长大后的我更是发现他更帅了 甚至沉迷在他的盛世美艳里 初中的外表和优秀的音乐才华 完美的近乎玄幻 他的音乐如天籁一般 身上又自带王子般的BGM 出道以来 王力宏一直像个音乐顽童般的趴在无线谱上 捍卫着自己音乐才子的称号 所以今天 我要大方的向大家介绍这位 别人家的老公王力宏 大家听到的那首 是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专辑 《心跳》中的一首歌 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我以前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心情就会特别好 还会跟着口哨声一起摇摆 甚至觉得这首歌 似乎能给我本来阴暗的生活 一些快乐和阳光 现在想想 那个时候的快乐很简单 比如看到雨后的彩虹 比如闻到雨后青草的味道 感受到一种自然的气息 比如今天不上晚自习 再比如听到王力宏的歌 想到了自己喜欢的男生 觉得真美好 美好是什么呢 是春天到来脱下的大衣 是夏天夜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 是秋天踩得嘎吱响的落叶 是冬天喝在玻璃上的雾气 是刚好打开聊天页面 想问对方在干什么时 看到上方的对方正在输入 是你喜欢的人 刚好也喜欢你 也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爱在夏天过完之后 锁在秋天 但爱过冬天之后的过好的一些 雨后的天上 太阳出现 撑出一片蓝天 我在灵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 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每个冬季带的失落 下昂的歌声 然后忽然看冬云的形状 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每个冬季带的失落 下昂的歌声 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 无畏 流下的眼泪 留下的智慧 爱情会天亮 每个冬季带的日子 世界会等我 他问我冬天过去 没 我在灵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情状 那些卷雨里熄过的太阳 夜夜冬季代的失落 伤得多深 然后忽然看中云的形状 If you listen to the wind 那些卷雨里熄过的太阳 夜夜冬季代的失落 伤得多深 每个呼吸都是你的芬芳 我春雨里熄过的太阳 如果要说王力宏什么时候让我觉得很惊艳 我想是因为那首花甜错 这首歌最大的特点就是王力宏将国粹京剧 与西洋流行音乐相结合 运用了西洋乐风R&B的自由转音free的唱法 和京剧里特别唱词中单个字拉长转音的唱腔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爱听戏剧 但是经过王力宏的这一创新 倒是让我们对戏剧有了重新的认识 也让我们过了一把听戏的影 我喜欢这首歌 并不是因为京剧 甚至我也是对戏剧不感兴趣的一类人 但被王力宏这么一唱 我反而觉得戏剧有点酷 这首歌不是普通的中国风歌曲 歌中加入了中国乐器作曲 歌词本身就带有浓浓的中国诗词的味道 再加上王力宏独特的唱腔 成为了另外一种国风色彩的经典创作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句 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 太喜欢王力宏的转音了 百听不厌满 这首歌的MV也格外的有意思 王力宏以现代人的身份 闯进了京剧世界里 与女主角谈了一场恋爱 将女主角十古十金的角色 比喻成京剧 倒像是王力宏与京剧谈了一场恋爱 而原本花田错的戏码 是发生在一个花田里 一位千金小姐 与重书生邂逅的浪漫爱情喜剧 现在被王力宏别样的演绎 倒是觉得非常有意思 那么接下来就请来欣赏这首 别一样的歌吧 我会记得这段岁月 我千年人对王力宏与ios 又苒不消 naughtycom 我千年里办的错 我千年里办的错 有抱 变成了煎熬 我千年里办的错 发错像米 2 蓮金花 水月的不了 我千年里办的错 我的山水全部褪色 躲进的打扰情原谅的 不是这也为我点的火 在那花经里我犯了错 我的山水全部褪色 躲进的打扰情原谅的 不是这也为我点的火 在那花经里我犯了错 初号过小前忘掉 我经里犯了错 拥抱变成了煎熬 我经里犯了错 发错像你连金花 岁月的无聊 我经里犯了错 请原谅我若情的打扰 例子跟我说 如果她不是阿柴的唯一 那不要这段感情也罢 我想到前几天我也说过差不多的 我说 和身边现在这个人在一起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安全感 因为和她在一起 我很肯定以及确定 她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不仅仅是因为她每天都见我 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任 但是和别的男孩子在一起 我总是会去想 她是不是同时在和我 还有别的好几个小姐姐聊天 我只是她其中一个 而不是她的唯一 这样的想法和感觉 让我变得很不理智 并且患得患失 所以这样的感情 不要也罢 我需要的是 我是你的唯一 其实对方喜不喜欢你 在不在意你 你一定是最清楚的 特别是你被一个人 清楚地需要过之后 你才明白 原来他不喜欢你的时候 是那么的明显 一个人喜欢你的时候 一定是知道 做什么事情能够让你开心 也知道哪些事情 会让你不高兴 送你回家 也是东南西北都顺路 不喜欢你的时候呢 你连出现在 他的朋友圈都是错的 更别说你打扰了他的生活 大部分时候 爱情的来去 都是自欺欺人 我们也都在自我麻痹着 想要做你爱情中的 唯一有多难 这好比是在北方 找一棵椰子树 可如果找到了 你就是唯一了 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 从前的愿望 一圈都给放弃 最近我无法哭 自己的影子 走向前的愿望 走向掌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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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的唯一 你就是我的唯一 两个世界都变形 回去怎何容易 确定 确定 你就是我的唯一 你就是我的唯一 独自对着电话说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你 宝贝 我也不能多爱你一些 其实 早已超过了爱的极限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 两个世界都变形 未知它何容易 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 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Baby 我已不能多爱你一些 今年五月 王力宏在南京开演唱会的前几天 他在河边坐了一会儿 写了几句短短的曲子 叫做《南京 南京》 并且上传到了抖音 这条只有19秒的视频 迅速跑到排行榜的首位 有90多万人点赞 有将近15万人使用这首音乐 拍摄了自己的短视频 在15万人拍摄的这些视频里 有南京的美食 南京的美景 南京人的豁达和幽默 这首歌也突然让我想到了 我记忆中的南京 如果说北京和重庆 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城市以外 那南京一定是我第二喜欢的城市了 超越了我的家乡成都 上海大学四年 南京成为了我的第二大学城 有事没事就跑到南京去看演唱会 去找朋友玩 去吃大排档 喝老牙粉丝汤 我喜欢南京 好像是因为南京自然而然的一股安静 我喜欢南京大街小巷 都是绿树成荫 也喜欢在南京乘公交车 所有人都自然地排队 更喜欢在南京的大街上 感受南京特有的独特气息 突然很想念南京的咸丰书店 而这座城市对于中国的很多人 也会有不一样的感情吧 王力宏在南京演唱会上 唱了这首特意为南京创作的歌 他说 我来南京那么多次 这座城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有很多的回忆 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 叫做南京南京 结果前奏响起 全场开始大合唱 他很惊讶地说 发现大家都会唱啊 这也太惊讶了吧 所以现在这首歌 你会唱了吗 南京南京 南京南京 美丽的城市 每个街角 充满的故事 对你的爱 不容易收取 走心的旋律 我唱着 南京南京 多看你一眼 每个转角 充满的思念 对你的爱 写成了诗篇 南京南京 直到永远 第一次 Bruce送我回家的时候 都已经到了我家楼下 我说我要上楼了 他说好 结果他还一直站在我家的楼下 等我回家之后 跑到阳台看 他竟然还站在我家楼下 看见我站在阳台 他朝我挥手 示意 他要回家了 后来我们在一起后 他说 其实那天 很想牵我的手 也很想吻我 他说一直站在楼下 想 为什么不主动一点呢 在一起之后 我和Bruce约会 他送我回家的时候 都会给我一个 Kiss Goodbye和拥抱 他说 即便是Say Goodbye 也要有仪式感 Bruce好像是我 见过最有仪式感的人 但只是在面对离别的时候 这大概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小时候他去爷爷家过暑假 也许是觉得爷爷古板又无聊 身边也没有同龄人 Bruce只想赶紧回家 快开学回家的时候 Bruce很开心 于是在离开爷爷家的时候 都没有好好地跟爷爷说一声再见 保重身体 没想到那一次离别 就是永远 自此之后 Bruce总是觉得很愧疚 那种愧疚是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来弥补的 所以之后无论面对谁 Bruce都会尽力地将离别变成一种必不可少的仪式 要用拥抱告诉你 我爱你 谁能确定说这不是最后一次离别呢 所以多看你一眼 想要记住我爱你的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爱情的只为此刻 我终于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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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和你分开 每一次和你分开 真正地被你打败 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 痛苦难以释怀 每一次和你分开 每一次 kiss you goodbye 爱情的只为此刻 我终于最明白 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雲遮住光遮住夜更长 风轻轻穿过你的腾房 夜闭上双眼不说话 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 我享受我会爱你多一点点 一直就在你的耳边 相信你也爱我有一点点 只是你一直没发现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 一直就在你的耳边 相信我会爱你永远不变 直到你一定会发现 Zither Harp 风吹动窗吹动夜声响 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 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角 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 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 你想说念不说话 哦你知道我在听你怎么 将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 一直就在你的耳边 相信我会爱你永远不变 相信你也爱我有一点点 相信你也爱我有一点点 只是你一直没发现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 一直就在你的耳边 相信我会爱你永远不变 直到你一定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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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 一直就在你的耳边 相信我会爱你多一点点 相信我会爱你多一点点 相信我会爱你永远不变 直到你一定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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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的耳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隔着半聪明面连嘴里说的语言 完全没有欺骗 无丁微色挖片 安静的画面 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 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 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 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 念的你觉得我不切实际 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 是妈妈告诉我的这里 脑袋都是你 心里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那城里好甜蜜 念的都是你 全部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那城里 只为你清醒 暴黑的发味盘成一个圈 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 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 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 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 念的你觉得我不切实际 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 让我大声地对你说 I'm thinking of you 脑袋都是你 心里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那城里好甜蜜 念的都是你 全部都是你 小小的爱在那城里 只为你清醒 那回程的表格 你留作纪念 不必害怕 面对离别 剪掉一丝走法 哈喽 各位在电播前等待的 天使小宝贝们 这里是陪你度过一段 浪漫时光的 微勾档专栏节目 每周我们会在这里 为你送上 不同音乐人的音乐 和一些小故事 也许这些小故事 让你感同身受 也许让你回味良久 也许让你恍然大悟 我们在这里 陪你想念 也陪你展望 如果节目内容 你还喜欢的话 请动动小指头 收藏我们的频道 关注我们的平台 如果你觉得内容 有些欠缺 赶紧评论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建议 和你喜欢的内容 我们会努力改进 力求让你爱上 今年新上映的 《西红柿首富》中 很惊喜地出现了王力宏 好像一下子 把我所有的回忆 都勾了起来 本来是和老妈 一起看的电影 结果 却为前男友流下了眼泪 这部影片的 需要人陪 是为了王多瑜 她那十个亿的秘密 对谁也不能说 内心的纠结和压力 无人倾诉 呆蒙正直的女主夏竹 成了她最大的心理慰藉 而夏竹呢 本以为是对自己 最好的男友 吃着夏竹的生日蛋糕 都不知道她当天过生日 这样孤独的她 也需要一个人来陪 可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想到的 都是我那该死的前男友 其实这首歌 没有一句话 和我们的故事有关 但很奇怪 我听到这首歌 总会想起它 有人说过 等待是幸福的 可这个前提是 我能够等到我想要的 如果这注定是一场 没有尽头的等待 那怎么可能是幸福的呢 说来讽刺 在十七八岁的年纪 我竟然等她成熟 等她珍惜 可是张义琪说过 男人永远都是幼稚的 学生时期的恋爱 就是幼稚的恋爱 两个人明明连手都没有牵过 却在往后的几年 十几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怀念对方 我今天还能想到 当时她逗我笑的时候 对方的鬼脸 我后来遇到过 很多其他的男生 可再也没有人 给我当时的心境 再也没有人 值得我等待 甚至是怀念 后来想想 其实学生时期 我们的恋爱 太无能为力了 高三那年我陪她回家的时候 坐在她自行车的后座 当时她就想 如果能开车带我转一圈 就好了 我愣了一下说 其实当时已经很好了 其实我们呀 不是错过了 也不是我等不到你成熟 只是我们不再 需要对方了吧 这无声的夜 现在的我 需要人陪 闭上眼睛 就看不清 这双人窗前缺的温馨 谁能陪我 知道天明 穿透这片迷蒙的奇迹 我天天失去直觉 就当作始终自我逃避 你 回到天的边缘 我已不再落在河底 一个我需要梦想 需要方向 需要眼泪 更需要一个人 来叠亮天的黑 我已经无能为力 无法抗拒 无路可退 这无声的夜 现在的我 需要人陪 一个我需要梦想 需要方向 需要眼泪 更需要一个人 来叠亮天的黑 我已经无能为力 无法抗拒 无路可退 这无声的夜 现在的我 需要人陪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你不知道 也有很多很傻的人 你没有遇到 恰好 我遇到了一个 这个人有多傻呢 他喜欢青梅竹马的女孩 好多年 却一直没有开口 每次想要表白的时候 却又拎着脱逃 打消了念头 之后又以朋友的身份 陪伴着他 他说 他怕 他怕 往前一步 可能是天堂 也可能是地狱 要么就是情侣 要么就再也不相见 他不敢 不敢冒险 人在爱情的面前 有时候很勇敢 但更多的时候 是胆怯 那天女孩跟他说 自己快恋爱了 他就笑了笑 沉默了好久 那个夜晚 他的兄弟们 开始轮番 给女孩打电话 让女孩出来 说他喝醉了 在电话里僵持了很久 女孩出去了 看到在河边喝醉的她 不知道该如何 面对这个场景 突然那个晚上 曾经所有的心事 都被摊开了 她哭着说 自己有多爱她 为什么她不知道 为什么女孩不知道 她穿城去找她 就是为了陪她 喝一杯奶茶 为什么女孩不知道 曾经那些诺言 她都记得 可是女孩 自己却忘了 她说 为什么 你要爱上别人 女孩的沉默 好像也印证了 所有的事情 身边的人 反反复复地 问女孩这些事 女孩也反反复复地 解释说 我们只是 是朋友 我不知道 她喜欢我 这样的回应 好像也说明了一切 可你一定不知道 在感情里 多的是 你不知道的事 我还没捉紧你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 离开你 我切词不如说 放任你哭泣 你的泪滴上 我还没捉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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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 你还没捉紧你 看不见的高空里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我飞行 但你坠落至极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 千词不能说放任你哭泣 当泪滴上倾盆那雨 碎吻满地在心里清醒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很瞎心 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人生在世 唯一逃避不了的就是感情 其中爱情是最令人心碎的 也是最不稳定的 所有关于爱情的电影 不同的人都能够看出一些自己的故事 翻来覆去我看过的所有的爱情题材的电影 最喜欢的就是那部《春娇与志明》 2017年我看了《春娇与志明》的最后一部 《春娇旧志明》 结局至少是不辜负我这么多年看这部电影 希望他们在一起 唱了这么多年的《春娇与志明》 好像他们一直会这样下去 他们也经历了分手 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他们是最搭的 是一定可以在一起的 志明的年龄很小 年纪小的男人总是喜欢强装大人 明明还需要历练 却还要装得一副 我能搞定全世界的样子 他们爱逞强 却又对什么都不认真 年纪大的春娇 很难从志明身上找到安全感 最后一部《春娇旧志明》里 他们去旅游 在台北遇到了地震 春娇害怕的不敢向前挪一步 志明拉不动春娇 干脆自己躲到了桌子底下 在她的眼里 从卫生间挪到客厅桌子底下的距离很轻松 而对春娇而言 却是一步也跨不出 那一刻 春娇发现 比自己小的志明依然是那个孩子 而她想要的却是一个 能为她遮风挡雨的男人 也许因为是电影 需要一个美满的结局 所以导演让志明与春娇 弥补我们心中的遗憾 可事实上 分手很大概率也不会和好 不会有一个志明 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来找你 也不会有一个春娇 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你 倒不如好心分手 好心分手每天播 可知歌者也奈何 我曾是个怀慕洋人 能否再让我试一下 抱一下 回头我 管你走 从来没曾幸福过 忍太多 没结果 光是重提示折磨 下半生 陪着你 怀疑快乐也不多 被我伤让你做 好心一早放开我 从头努力也坎坎 统统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 为愿意的分手 问你是否原谅我 也注定有一点苦楚 把你自己给藏着 下半生 回头吧 不要走 不要这样 离开我 恨太多 没结果 光是重提示折磨 下半生陪着你 怀疑快乐也不多 没有心别再拖 好心一早放开我 从头努力也坎坎 统统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 为愿意的分手 为你是否原谅我 若勉强也分都不多 不如什么也想破 玻璇也好放开我 要 gern同抽 好心分手 好心分手没见过 Care הג er ook 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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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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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j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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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k — JAS IV—eit jas sua — jas M 不如自己承受过多 我等了两年多 终于等到了她的微信消息 两年多了 她给我发的第一句是 我只希望我们以后还可以是朋友 那个晚上 我失眠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这句话 那个瞬间 我脑子里有很多的画面闪过 大多是过去的开心时光 也有那么几个瞬间 我在想怎么回这句话 第一个方案是 我说好 以后还是朋友 可是我立马驳回了自己的方案 因为太爱过的人 是没有办法做朋友的 于是我想了第二个方案 说 算了吧 但我感情的那一方又立马说 不行不行 其实你不想算了 其实你还是爱着她的 于是我反反复复地想 我该怎么回这句话 那个夜晚 我始终在矛盾中徘徊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 我终于回复了这句话 留在拉斯维加斯的事情 就留在拉斯维加斯吧 过后的好几个小时 她都没有回复我 我突然意识到 是不是这样回复不好 我应该回复一句话 能让我们继续说下去 而不是我断了我们两年来的第一次对话 但理智却不容许我再次主动给她发什么 我想到四年前的我 根本没有给自己留退落 我一头栽进去 想和她好好在一起 甚至没有想过以后 没有想过大学的我们 是否还能够走下去 甚至没有想过 我们能够走到哪里 现在的我竟然还这样做 竟然想把所有的障碍都拉开 想穿过所有的人潮和障碍 拥抱她 告诉她我爱她 和我在一起 好吗 可现实中的爱情 从来没有那么感性 现实中的我们 从来都是理智战胜了感性 我们都不愿意迈出那一步 说那一句 我们和好吧 最后都在遗憾中越走越远 如果 我说如果从来一次的话 我四年前就不会放手 依然爱你 是我唯一的退路 是时时刻刻的幸福 你每个呼吸 每个动作 每个表情 到最后 一定会 会愿意迁远害你 我愿意远害你 我依然爱你 或许是命中注定 多年之后 任何人都无法代替 那些时光 是我这一辈子 最美好的 那些回忆 依然无法忘记 我依然爱你 这是唯一的退路 我依然珍惜 时时刻刻的幸福 你每个呼吸 每个动作 每个表情 到最后 一定会 依然爱你 你每个呼吸 每个动作 每个表情 到永远 一定会 每个人 爱你 那天在他的车里 放到的刚好是 王力宏的 我们的歌 他就牵着我的手 唱着那首歌 前人总分分合合 可是我们 却越爱越深 我对越爱越深 这个概念很模糊 甚至我好多次 跟别人讨论的都是 对于爱 我没有什么能力 我甚至没有信心和能力 让对方爱我 可是面对他 我竟然多了几分信心 如果硬要用一首歌 作为我们之间的情歌 我想用这首歌 仅仅是因为 我们刚好在这个时间 听到了这样一首歌 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坚定 无论是HIPHOP 怕是要关我的爱 一直不变 所有美好回忆 记录在里面 这张Forever Love 那么深 我们的歌 那么真 无过节 跨时代 才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 能够 动人心血 情人总分分合合 可是我们 却越爱越深 认识你 让我的幸福 如此 HIPHOP 能不能 不要这个 继续唱我们的歌 让感动 一辈子都记得 已经听了一百遍 怎么听都不畏倦 从白天长到黑夜 一直在身边 只在身边 如果世界太危险 只有音乐最安全 带着我进梦里面 让歌词都实现 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 我的爱一直不变 不必担心时间流血 带着未解 无论是HIPHOP 怕是要关我的爱 一直不变 所有美好回忆 记录在里面 这张Forever Love 那么深 我们的歌 那么真不过节 跨时代 再不会叫我 让每一句能够能够任性 学年 情人总分分合合 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 愿是你 让我的幸福如此 越来越好 难不难 不要听歌 继续唱我们的歌 让感动 一辈子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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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能解读那多美好 我能解读那多美好 梦想不大 想永远停在这一秒 你为我的世界 重新彩灰 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 远比想象中的美 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 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 相信你是我的 每一个天堂 你的爱多么纯粹 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 爱是巨大的路线 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 只想陪在你身边 我等待 下一刻想相遇的精彩 每天每天越来越爱 逻辑就这么简单 顺利转到同一个频道 定为我的幸福坐标 我多渺小 能爱着你才最重要 想把你的明天 仔细翻阅 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 远比想象中的美 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 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 相信你是我的 每一个天堂 你的爱多么纯粹 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 爱是巨大的路线 Zither Harp 哈喽各位在电播前等待的天使小宝贝们 这里是陪你度过一段浪漫时光的 微勾档专栏节目 每周我们会在这里为你送上 不同音乐人的音乐和一些小故事 也许这些小故事让你感同身受 也许让你回味良久 也许让你恍然大悟 我们在这里陪你想念 也陪你展望 如果节目内容你还喜欢的话 请动动小指头收藏我们的频道 关注我们的平台 如果你觉得内容有些欠缺 赶紧评论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建议和你喜欢的内容 我们会努力改进 力求让你爱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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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